未來其實你只要知道編號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的單價 那你知道數量就可以把它相乘 你就知道它的金額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編號跟數量 那其實儲存的話 我如果希望多增加什麼 一個是商品編號 一個是數量 假設這兩個欄位 我希望幫我補在這裡 商品編號跟商品數量 可是會有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一個單子裡面 可能不只一個買一個東西 而且也不只一個數量 可能會是一對多的關係 一對多 那要怎麼存會比較簡單 後來我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乾脆 因為一樣把它放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只是說把它用什麼 中間加豆號比較好 這個 豆點這個 如果還有豆點下面這個 那數量一樣 豆點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資料抓出來的話 你就抓這個儲存格 把它切開來比較好 用豆點的方式切開 所以我後來又多寫了一段 那這個部分給各位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 如何儲存商品的編號與數量 那我就在這邊多增加這段程式 這段程式實際上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 記得喔 清空的上面 清空的上面這邊 可以多增加兩個欄位 那我剛剛有增加了一個 商品編號跟數量 那這兩個的話 一個叫X 一個叫Y 那我每跑一次的時候 先清空裡面的變數 那做什麼呢 跑回圈 回圈做什麼 去找一下 這裡面Ctrl向下 到底有幾個 那我就跑一個兩個 跑到兩個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串在一起 中間加豆點 串在一起加豆點 然後分別把它帶到這邊跟這邊就好了 所以呢 它原則上會有多比 中間用豆點分隔 所以以後你可以用什麼呢 資料剖析也好 或者用反正把它分開來自己再計算 至少呢 也已經把資料儲存起來了 那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這個要來補充 因為蠻多同學都問同樣的問題 因為它沒有辦法儲存 這些好像沒做完 所以我再補充 那做法上 一 我一樣在這邊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自己載到雲端上 把這個程式來 因為這個稍微複雜一些些 那我如果這邊前面都摳過去了 假設這邊都摳過去了 那最後x等於空的 清空 那裡面的話呢 我就拿x放商品編號 拿y放那個數量 那for i等於7 指的是第7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回來是8 所以7 再來就8 我可以用b欄 這邊用b6向下追蹤 其實序號也可以 這個用a或b都可以 那我做什麼呢 去抓到這個之後 x目前是空的 那我就把它的b欄裡面的東西 串接之後 後面加一個逗點 有沒有 裡面的資料 現在是a2101 後面串一個逗點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有一個逗點 然後呢 y的話呢 是放什麼 放數量 所以數量部分是2 所以這個時候 y現在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直接放 串接一個2 所以你會發現 y裡面是2 逗點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a101 串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a101 逗點 然後這個的話呢 2 3 這個y的話呢 就2 逗點3 不過你會發現 後面好像多一個逗點 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可以怎麼樣 我看一下 喔 我用什麼 left left 把什麼呢 把最後那個字給扣掉 意思就是說 我從左邊開始算 把這個x裡面 它總長度-1就可以了 有沒有 從左邊算 算到最後的 最後那個字不要 因為多一個 有沒有 這邊不是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逗點嗎 那我可以用 這個方法 left 加上 總長度-1 他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想想說 我想到最簡單的就是這個方法 用left 總長度-1 這樣的話呢 把這個 結果寫到我的i欄 寫到我的催欄 寫到我的催欄 然後一樣清空 單號加1 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單號又加1了 那切到銷貨明細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的商品編號 商品數量 就出來了 那以後如果你需要的話 就要去找找 找找找 就要來找找找